1917年5月,许威鸿带着蒋迪威死奔到了日本,正式开始了他们幸福而又甜蜜的同居生活。 出到日本的时候,我万分惦记我的父母,不知... 父母看到诀别信之后,焦急万分,他们当时就断定,女儿出走肯定与徐悲鸿有关,可是已至此,女儿不会再回来,要紧的是如何维护蒋迦的声誉,并且给扎家一个交代。 试管蒋迦的声誉,无论如何,我父母是踏不起这个台的,不得已,只好通知亲戚朋友,说我到苏州去探论舅父,得了重病,不知谁。 为此,蒋迦还准备了一副装满石头的棺材,演了一场假哭丧的戏,才暂时瞒天过海,骗过了扎家人。 可他们慢慢没想到,一年后,绝对我们就带着蒋迦回来了,一时间,激起了千层浪。 已经死了的人,怎么就奋活了呢? 扎家人知道以后,才知道自己受骗。 扎家人虽然生气,但是痛定思痛,也晓得真相如果揭露,对他们来讲,也是非常失礼的事情。 就这样,蒋迦和徐碧红的关系正是得到了娘家的成认,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一年后,徐碧红得到了一个官费的留学名额,于是他带着蒋迦到法国继续深造。